欢迎来到手游酷玩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星星猴 今天继续留玩 鳄鱼血腕皮爱奇早2 第66关 这里的主角是大顽固 自然的话就是这个绿鸭子 场面上一共有5个炸弹 需要引爆炸弹 把上行挡住 获得全部的毒水 这里只能漏掉这么多水源 不过没关系 这些水源基本上也是完全够大顽固 进行使用的 把下方的土地划开 右侧跟下侧的水力风扇 可以把水源吹到上方位 然后在左边挖出一个蓄水池 因为这个绿鸭子 它并不需要这么多的水源 有一点基本上4滴到5滴左右 就可以把它消灭 慢慢的划开 不要划到炸弹了 这个炸弹还是非常恐怖的 只要爆炸 这些水源全部会崩没 而我们的大顽固 就不能吃到里边的东西 慢慢的最重要的位置来了 滑开这个位置 好的 左边的滑开 漂亮 还差一点 再来一滴 漂亮 最后一滴消除了全部水藻 大顽固把里边的这个旧鞋子给吃掉了 大顽固是铜墙铁位啊 超强的消化能力 像什么鞋子 一些金属 还有船毛 都能被大顽固吃掉 真是超强啊 神秘鸭 66关 这是一个小鸭子 正常来说 是收集 三个鸭子就可以了 神秘鸭 有的时候 是一个巨大化的大鸭子 有的时候 是非常多的小鸭子 迅速炸到 然后打开风扇 把上方的 给它吃掉 要注意一下 下方的这个 优下水利风扇 这里还有一个小鸭子 有的时候 它是会被遗忘的 如果被忘掉的话 你把水源 引入大顽固的最后的位置 游戏也就会随之结束 因为你没有完成 神秘鸭的挑战 这个小鸭子 只需一滴毒水 就可以全部消除 还是比较好的 现在只剩下这个位置 打开即可 滑开土块 然后迅速向上吹 刚才为什么滑开 因为这个水源 是不够通关的 这样的话是可以滑开的 因为所流的水源 并不能达到通关 竟然是一个船锚 真是说什么来什么 大顽固把船锚给吃掉了 神秘鸭完成 可以继续 66关的第二小关了 这一关应该是一个 不可触碰关 看到这个禁止的图标 就是这一关 不要触碰这个鸭子 但是没说 不可以把它消掉 因为你用清水把它打掉 是可以消除它的 上来用清水 把毒鸭子消掉 这样的话 也是可以达到三星通关的 这应该是一个游戏的 暗藏的一个细节吧 有可能是为了误导我们 把这些鸭子全部消掉 就可以顺理成章的 把毒水引下来 非常简单 而且在你通关的时候 你会看到三星通关的字样 因为这一关 他所要求的只是 不让毒水把鸭子消掉 就可以 并没有说 可以把鸭子弄没 漂亮 就是一个马桶兜子 大顽固非常高兴的 把它吃到了肚子里边 最后还不忘 做出一个面试的表情 成功过关 如果你喜欢本游戏 请在下方留言 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